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花 没有想到全球股市的风云变色 来得这么快这么急 现在目前台子期的盘后 再跌百点之多 目前指数已经来到15280点 今天台子期收盘是15383点 刚刚一度跌到15251点 就比现在目前还在多下去20多点 也就是差不多有130点左右的跌点 先拉上来一些些 但是仍然是中跌了百点之多 整个情势看起来是有点不妙 因为今天期货收盘是大跌了274点 跌了274点不够 现在还继续跌了100点 加这100点不就已经是400点 肯就了吗 真的非常的快速 而且猛力的下杀 代表整个全世界的股市 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定的气氛之下 今天雅股也全趴 当然也不要讲说隔夜上面 美国股市也是趴下来 那今天台子期大跌的同时 加权值也是中错了285点 盘中一度还大跌了334点 稍微拉上来 但是感觉起来 这个拉伸并没有太强力的 这个要指稳的味道 因为跌幅高达1.82% 指数收在15415点的一个波段新低 日K线连四黑 同时今天开盘点非常不好 今天开在15519点 直接开在月线之下 月线在15531点 那已经是出现了连三黑之后 今天一个182点之多的跳空缺口 直接开在月线之下 那你说如果今天这个盘能回补跳空缺口 爬回月线之上 代表这个盘是有直稳的可能 但是今天没有 今天182点的跳空缺口 只有补了不到40点 觉得说还有留下了 差不多140点的跳空缺口之外 今年收盘 仍然是收在这个月线之下的 今天收15415 是在15531的这个月线之下 而且还蛮明显的下方许多 那成交总值是3593亿 不管怎么讲 就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盘式 是还是有危险 我当然不能说 后面还要大跌或怎么样 就这么多年来看股票市场 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卖 也就是说呢 即使开盘开这么低 开跌了182点 你手上有股票 你还是要减码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这样 我的一个判断告诉我是这样 那果然今天收盘呢 它不但没止跌 反而是更往下杀了 现在目前盘后再继续往下砍 那外资今天非常疯狂的 再卖了三百多亿 也就是说呢 盘式会这么疲弱 一定是有庞大卖压的 那就是外资 再砍了325亿的这个现货 好那我们今天赶快来请教大家 国际证券投过的文明分析师 连四黑也完全不给你跑的机会 对 我想这个礼拜以来 今天刚好礼拜四嘛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礼拜 这个台北股市 已经跌了超过六百点以上了 那刚刚沐河兄也提到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压回过程里面 当然速度之快 幅度之大 让很多人有一点 好像有点措手不及 那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回想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就事先的提醒 我们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 我们说过 在连续的当盘面 出现了所谓的一个价量背离 当盘面连续的出现 所谓的一个指标背离 再加上领头的台积电 你股价短线又出现失控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还有一个疫情的一个变数 所以极有可能 大盘随时都会出现一波 比较终极的一个回答 因为毕竟 光12月以来 不到一个月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了 整个加均指数 已经大涨超过2000点之上 所以我讲这里 进行一个所谓的中断的一个整理 我想也都是合情合理 所以果不其然 在这个礼拜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当盘面 在上个礼拜 当行前来创告的时候 大家相对都比较没有 那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危机意识 可是这个礼拜 一跌下来以后 很多人又纷纷的在担心 那这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那会不会有所改变 那我这样讲好了 长期的趋势 我认为应该还不至于 就出现了所谓的一个反转 因为我们这样说好了 昨天美股大跌 原因很多人都归咎于 这个鲍尔 他的一个谈话 认为说 这个后续 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所以让整个景气回升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 会趋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维持一段时间 持续保持资金的一个宽松 那因为景气的一个趋缓 景气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趋缓 让市场解读 这个是不是 这个行情也有过高的一个疑虑 所以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压回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换一个角度想 鲍尔也讲得很清楚 因为景气有稍微趋缓 可是他并没有讲衰退 只是说 这个复苏的力道 会稍稍的趋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一样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回归到这一波 所谓的一个行情连续创高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说就是资金行情 所以我说资金行情 其实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资金被收回去 资金被收回去 那就没得玩了嘛 对不对 可是以目前鲍尔的一个宣誓 很清楚 他还是告诉你 我就是维持一定的一个宽松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想资金行情的 这个资金的一个本质 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整个长期趋势 它并没有变化 那只是说你短中线 我们说过 以目前来讲 你光是看那个融资余游就好 你看到昨天为止 融资已经正式的突破了 两千亿的大关 来到两千零一十亿 二零一零 那各位知道 在八千五百点的时候 当时融资才多少吗 才九百亿元 那换句话说 在这一波行情不断往上创高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近期这一两个礼拜 融资增加的速度是快 而且同一个时间 融券居然是反向的一个压回 在过去行情再涨 融券再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看到行情只是一路就是看回不回 可是现在整个筹码的一个优势 已经完全反过来了 因为过去融资增加的很慢 融券增加的很快 可是现在融资不断的往上创高 反而融券从原本的一百一十九万张 变成是什么 近期 甚至于昨天还破了百万难 来到九十七万张 所以我想在整个技术的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不利 再加上筹码面的一个不利 短线要整理 我想在所难免 那我们也预期到有这样的一波 所谓的终极整理 所以你看上个礼拜 我们除了说提出一些 所谓的行情上的一个景 景云以外 我们是不是在实际操作上面 我们也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我们把原本一路 你看从三字头 一路看好到现在六字头 甚至于就长线 我还是看好的 我们的绿巨人浩克 二三二七的国具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先获利出清一半 抽回部分的一个资金 有没有 那也在卖掉了国具之后 我们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 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买手 我说过 既然 盘面像目前存在的一个疫情 一个变数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要采取平衡式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除了原本看好的股票 你逢低或者说 它还没有出现 它该有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目标价 或者还没有到达 它该有的价值之前 我们还是持续的操作 可是有一个族群 你一定要 手边不能够缺手这个族群 这就是防疫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卖掉国具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 第一时间 就把我们看好的一档防疫的首选 我们昨天也公开给大家 就是这档 4171的一个瑞基 好 那我想对于瑞基的基本面 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也讲过非常多了 你们说 现在目前来讲 当然 整个防疫概念 慢慢的随着行起 那个压回 又或者 这个偶尔 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疫情 那个升高 会让大家 再重新起来检视 不过我说过 重点并不在于 什么消毒水 并不在于口罩 而是在于什么 而是在于 所谓的检测的一个 试剂的一个部分 当然现在 大家对于疫苗的一个等待 这个未来必然也是重点 不过现阶段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检测 因为你要去判别 到底这个人 他有没有 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你就是靠试剂 尤其不管未来国内 或者说国外 要不要进行 所谓的一个普筛 我想这些都是目前来讲 还是都有可能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想整个需求 是非常的一个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随着 他这个英国的订单 印尼 还有这个中东的一个 订单 持续在出货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看到 光是11月12月 他整个营收 跳升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 那去年预估 整理的EPS 整体的EPS 至少在6块钱起跳 那今年 除了说先前我们提到的 这个英国的订单 还有这个亚洲的印尼 还有这个中东以外 其实接下来其他欧盟地区 包含德国瑞士 还有这个意大利跟西班牙 也极有可能会很快的收到订单 后续也可能很快的 也会进行所谓的一个出货 因为毕竟我说过 你要得到一个 所谓的验证 这个认证 这个必须要很繁琐的一个过程 所以已经得到验证的 得到认证的 这样的一个厂商 而且在面对现在需求 远远大过于供给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谈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就是卖方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订单 也极有可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会到手 所以你看后续今年 这个整个需求 整个业绩的爆发力 会有多大 所以你看 我们当时帮各位 掌握的这档股票 当时也告诉各位 以今年的一个获利 而且又在一个长线的 一个所谓的底部区的一个位置 你看过去是400多块的股票 当时我们在上个礼拜 带着各位在发动前布局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120几块 也不到130块钱 可是你看 这样的一个布局 平衡式的一个操作 或许在上个礼拜 当行情还在涨的时候 你们有觉得什么样 你说就要国去看好 为什么还要卖呢 对不对 那疫情又没有进一步的 所谓的接近恐慌的情况 为什么要布局防疫概念呢 对不对 防疫概念都不会涨啊 那你看 我说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不要看眼前的当下 你看才隔了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以来 你也看到了大盘连续四天的一个大跌 已经光这个礼拜 已经跌掉600点以上了 可是你也看到了 整个瑞基怎么样 整个瑞基 却从这个礼拜以来 连续四天怎么样 天天都在涨 大盘是连跌四天哦 它是天天都在涨 而且是连续四天都在创新高 好 光是这个礼拜 瑞基其实已经涨幅超过两成 达到24%了 可是大盘跌了600点 那更不要讲我们上个礼拜 好 有出一趟的 好 这个2327的国具 你看从上个礼拜的一个高点 600多块 我们卖在600多块嘛 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 其实低点都已经来到575块 你看都已经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价差了 所以有些时候 好 我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盘势 该有的警觉 你就是要有 那不是说该有警觉就好 你必须要有一个策略上的一个应对 然后去搭配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帮各位所拟定的一个策略 就是用平衡式的操作 除了先前已经累积一段涨幅的这个国具 我们做获利出清以外 我们接着下来把资金转进到4171的这个瑞基 你看我想到今天瑞基创新高而大盘不断的往下压回 甚至于在今天破了月线 我想我的一个用意用心良苦 我想从今天这两档股票的一个表现 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今天我们单看集中交易厂 上涨的加速就203加了 对不起 这个上涨的加速呢 是对 就203加 下跌的加速高达839加 代表绝大多数啊 我们听众朋友手上 你们可能的股票都是下跌的 那今天整个全资股也都是趴 台积电今天继续破底啊 在大跌了14块啊 跌幅也高达2.3% 这个怎么涨怎么跌啊 也发生在居然是台积电身上 大家可能不可思议的 这波台积电的跌幅已经超过一成了 从高点的670砍下来 今天收盘601啊 另外联电呢 一开盘大跌7%左右啊 后来是猛力拉伸上去啊 一副呢联电要这个收复失土啊 因为最强的时候联电几乎是回到了这个只跌差不多2%左右 但没有想对只他跌了4%左右 因为他开盘的时候最深的时候砍到这个 一开盘最深就砍到差不多跌了7%多 然后拉上去哦 才差不多半小时哦 就拉上去哦 只跌了3% 所以呢 也就收复了4%的跌幅 大家哇联电好强哦 联电好强哦 结果对不起 收盘又跌了6.57% 所以你说中间去抢联电的人恐怕今天也是套 因为外资啊 疯狂大砍联电10万张啊 真的是有够恐怖的 今天外资一口气砍了10万张联电出来卖超哦 而今天联电的成交总量是45万张 45万张里面各位你想想看 外资单净卖超是卖超了10万张 那联电就算买盘再强也抵不住外资这样卖嘛 联发哥今天也跌了3%多 鸿海也是将近4%的跌幅 同志今天也趴了 本来是最强的一档股票 今天跌幅将近9% 然后艾普6%的跌幅 看起来就是触目惊心的跌势 那上涨的股票就少了 但是还是有强势的股票 我们就要讲像刚刚 这个卢老师讲锐基啦 好像宏基 昨天涨停板 今天呢 开低走高 再涨了6%多 算是盘面上面非常特殊的 这个 大家关注的一档 多方的 现在目前还可以撑 还可以往上创高的股票 另外海运股今天倒是相对比较强 前一阵子都弱了很 今天反倒盘弱的时候它强 长龙阳明今天都收涨 尤其是长龙今天还涨了2%多 另外我们看到像笔电代工的核硕 这些股票相对基比较低 经过整理的 然后呢 随着宏基往上走 就是相对还可以维持在平盘之上 可是你说 大多数的股票都是跌得很惨了 2%的跌幅都是少的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今天跌幅只有2% 那你是要高兴了 为什么 大多股票都4%5%6%这样的砍下去的 另外今天贵买值也跌了 1.95%的幅度将近2%的跌幅 那整个大指数都跌了2% 你就个别股票不要讲 贵买值今天是大跌了3.65大点 收在183.05点 成交总量呢 是642亿 加全的总量3600亿 所以两个市场加起来 4000多亿 期货今天也大跌了274点 成交20万口 那现在目前盘后继续跌白点 所以卢老师 现在目前如果手上满手股票 怎么办呢 如果说现在看到这个盘式 我们到底要卖 还是继续忍住 撑回来 期待它涨回来 弹回来 还是说我们现在要换股操作 现在策略面应该很重要吧 对 我想刚刚也提到 就目前来讲 当然这个礼拜 整个行情跌的一个修正速度 非常的快 但是还不至于 到目前至少 我们还没看到这样的一个机箱 就是长线的一个趋势 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先把它下一个注解 这就是一个终极的 所谓的一个修正 那既然是一个终极的修正 可能在时间 可能幅度上面 可能会让大家要有一些煎熬了 但是也不要那么的一个悲观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说过 危机 它也是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 既然长线趋势不变的一个情况之下 代表整理过后 又出新一波的行情会重新的一个启动 只不过 下一波的主流股 到底会是原来的强势股 又或者又是新的一个族群 那就是未必了 那就是不一定了 你要去观察 到底现在 整个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也刚刚讲了 现在到底来看 哪些股票该留 哪些股票 可以继续爆 当然也还还是要看 整个筹码面那个状况 最重要的技术面那个强弱 如果技术面转弱了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 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还是适度的 把一些资金抽离出来 把它放到目前 这个技术面相对强势的 又或者接下来 有机会能够成为盘面主流 这些股票 趁着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有低档 能够逢低来作为一个承接 那到底下一波的主流 谁最具备 所谓的一个长相 其实我们说过 当然海水退去 才知道谁在挪云 又或者像是 疾风资金炒之类的 那我们看到 其实大法我们刚刚说 今天是直接跳空的方式 直接破了一个月线的支撑 可是我们看到 还是有很多一些 产业的一个强势龙头股 在今天收盘 即便今天是下跌咯 但是它的一个股价 依旧还是守稳在 十日均线之上 那我认为 这些相对抗跌的这个股票 就极有可能 在下一个波段 重新转强的时候 这些就是盘面的一个领头羊 这里头包含电动车 领主舰的 刚刚莫尔兄也提到 这个同志352 同志对大家非常熟悉 我们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各位讨论 这个推荐给大家的 那今天虽然是野 但是我们看到 他还是守稳在十日线之上 那另外 线上游戏的龙头股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老朋友 3293这个星象 那还有刚刚莫尔兄也提到 2353这个宏基 那细字才的3661的士星等等 好那我们看到 这些系男 他能够比大盘强势 还守稳在十日线之上 大盘都破了月线 他还守在十日线之上 代表这些 他就是强势的族群 那按照过去的经验 这些走势 远比大盘强的一个指标类股 他所秉含的一个意义 就是这些 极有可能就是后续 会成为盘面领头羊的一个族群 所以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这整个族群 当然不是要你是追逝 这些强势的股票了 而是说 跟这个同一个族群 这些强势的指标股 同一个族群的 可是位阶相对低的股票 你就要特别留意 就好比说昨天 我们也跟各位提到 既然整个电动车 他整个趋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我们也看到同志 到现在 他还是维持一个 相对强势的一个情况 那很显然 电动车这个概念 即便未来大盘整理过后 新的一个族群出来 电动车 他也一样 不会寂寞 所以我们帮 在昨天也推荐一档 一档股票给各位 就是二叉叉叉 一档红包标股 跟大家分享 那这档二开头 这档股票 我们说过 他第一个题材 第一个题材 就是电动车的一个 无线充电的概念 一既然是电动车 就一定要充电 那充电有有线充电 跟无线充电 那你想嘛 有无线的 是不是一定比有线来的吃香 未来的趋势 必然在便利性上面 也一定是无线充电 是来做一个趋势跟主导 所以他既然具备这样的 一个无线充电的概念 这个当然 这个想当然而 他后续就是一个趋势的一个主流 那除此之外 我说半导体你不要看台积电 现在弱弱的 在这段时间一直被外资卖下来 不过整个半导体前景 你看现在追金片都追到台湾来了 所以你光想 这个部分就知道整个半导体 其实在整理过后 都还有东山再起的一个情况 而本身 他也具备半导体测试设备 这样的一个题材 所以你看光是这两个题材 我想就足以 让他后续能够大涨一波了 再加上他第四季的一个业绩 出现了大药镜 原本应该要慢慢走平的一个季度 他居然能够出现大药镜 就代表今年其实成长的幅度 将会非常的可观 好那在技术面的部分 那更可怕了 因为他才刚刚突破整理区 什么叫刚刚突破整理区 我们说过的 就是你的技术面经过的整理了 而且筹码也经过沉淀换手了 现在刚刚从低档要转强 代表怎么样 股价还在低档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结合刚刚我们说的 电动车半导体的一个题材 再加上业绩的一个提振 我想接下来市场避险的资金 必然就是锁定像这样的股票 也极有可能会在盘面震荡的过程里面 他能够逆势的一个演出 所以昨天也跟大家一起分享 至于还没有拿到这档股票的 今天我干脆好人做到底了 2XXX还差三个数字对不对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的 就直接把这三个数字给带回家 好 听听众朋友 这个VIX指标在隔夜上面 这个美国的恐慌指标 大升了61.64% 直接升了14.19大点 爬到37.21点 所以光看这个指标 我只能说触目惊心四个字 就是说一下升了60% 代表美国股市的整个波动情绪 大幅的拉升 所以解铃还需吸铃人 台股要能指稳 第一个台积电月线能不能守住 月线就在今天收盘的下方一点点 597块今天收601块 第二个美国股市能不能指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盘式大幅变化情况之下 各位在资金拿捏上面做多各方面 其实要相对自己要拿捏要谨慎 我们非常谢谢罗宾斌分析师 谢谢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大盘要跌 就像我常讲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这句老话 任人也由不得谁 所以说在全球股市 在开始出现明显回错的之际 我们其实在自己的资金拿捏上面 风险掌控上面要注意 因为讲实在的 你不知道它会跌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常讲说 市场最恐慌的时候 其实最好进场的时候 去年三月的经验等等 我觉得都同意 不管怎么讲 是不是已经到了最恐慌了 还是说我们该怎么样分批进场 或是说逐步买进 或你现在手上如果持股非常多 持股到满档 甚至融资操作 百分之百超过的 听众朋友 你还是要掌控一下 你的资金风险 因为毕竟这个大盘 感觉起来今天 这一根直接破越线的跳空 似乎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走势 我自己个人感觉上是这样子 当然我的感觉也许是错的 那我们就再来观察 那台积电今天 收在601块 今天大跌了2.3%的幅度 跌了14块 成交了96000多张 外资今天继续大砍台积电 这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数据 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那台积电盘中的低点 有到过598 598刚好是月线所在 所以我刚刚讲说 明天台积电测试月线就很重要了 月线597 能不能守住 我也很少看到台积电 一波回档直接 其中连反弹都没有反弹 就给你砍到月线了 所以这回档的走势 光台积电来讲就很呛了 那这一个波段 从679块的盘中高点 以及收盘点的673块 直接砍到今天的破600块 其实跌幅是非常的大 超过一成 那这个是台积电 当然就是最关注 最占全值 大盘能不能稳住 我们常讲 成也排件 败也排件 就是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美国股市 能不能稳定住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那今天雅谷全部的往下挫 跟美股的走势 有绝对的关系 道琼在美国周三 是大跌633点 是差点是要跌破了 33,000点的大关 这个收在跌幅是有 这个2.05%的跌幅 是跌的 对不起 差点要跌破了 30,300点的大关 收30,303 跌了603点 跌幅是超过2% 纳萨克指数的跌幅更大 跌了355点 跌幅是2.6% 然后费城帮助基指数 更重挫了超过5%之多 以及我们看到标准普洛 500指数也跌了 2.57%的幅度 那今年以来 标普这一根 黑K灌下去 2.4% 今年标普已经转跌了 就抹平了 今年所有的涨幅了 把它全数给吐回去了 那个别股票的 这个跌势也很多很重的 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就先把整个形态 讲给各位听了 另外我们再观察 几个重要指标 第一个是美国 美国的市场的情绪 恐慌指标 VIX这个指数 隔夜上面居然大升了 61.64% 直接升了14.19大点 来到37.21点 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 只要这个指数上了40点 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看到 他已经濒临在40点 下方一点点了 往上再继续往上升的话 那美股就是一个 相对压力很大的情况 那为什么这波跌是会那么重 是跟这个联准会的 一起会有关吗 还是跟股市涨多了有关 还是跟最近一些 美国的疯狂B空股 那个嘎空股 像GameStar 我们这在讲 或是AMC 这些股票有关 其实都有 这波下跌 我个人觉得因素非常的多 它是一个错终复杂下跌的因素 所以如果说这些因素 没有看到它澄清 或是说稍微和缓 这边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 做多你要着量而为 做多着量而为 至于说你手上持股很满的人 没有来得及减码的人 你也要注意你现在目前持股的 这个满档的风险 这个大概是我的目前对整个行情的看法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直播的是 来到天下杂志的副总主笔吕国珍 国珍你好 不干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国珍今天要来跟我们讲说 电动车嘛 对不对 电动车台湾叫得很响 但是讲实在台湾在推动电动车上面 我觉得政策各方面是要加把劲 因为讲实在的 我举一个实际的数据给各位参考 挪威 他是全世界产油大国 挪威去年新车挂牌里面 已经超过一半是电动车了 那时候他产油 他怎么还会搞那么多电动车 对他产油他不用油 他把油都卖给你 然后他的主权基金是上造美金 在全世界因为卖油的钱来 变成他国民的退休基金 然后到全世界去投资 也投资了很多台积电 搞不好这波测注也有他的份 挪威呢大建充电站 然后呢又是电动车过路费免费 税金的优惠 所以说买电动车相对同样车款 在挪威还比汽油车便宜 所以在这样状况下挪威 去年12月新车60%是电动车 那我给各位猜一猜 2019年台湾电动车挂牌数 占比多少 各位听到这个数字 你可能会想说 真的吗 2019年台湾电动车挂牌数 占比是千分之五 还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也就是说1000辆 大概就有5辆电动车 其中最多的是特斯拉 其他各品牌 几乎就是Lilala的个位数了 那这样子 台湾说我们要变成电动车大国 那我们只做零组件 做造车 但是我们不用电动车 这也蛮吊诡的 我觉得政策各方面 我们还是要搭配一下吧 对不对 鼓励一下电动车 好那国争怎么看这个事呢 如果一个市场 要靠台湾人的消费 会成为全球化的市场 那可能也没有救了 因为毕竟台湾也不过一年 用掉四十几万辆车 占世界9000多万辆车里面 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 就跟我们其实 我们的电动机车的比例 也是世界很前面的 但是我们电动机车 也不可能外销到国外 所以应该把两件事情分开讲 就是我们如果只靠台湾的电动车 其实是不太可能 电动机车也不太可能 因为你就是卖不出去 我说国产的部分 但是如果谈电动车 应该换成两个角度来讲 就是第一个是这个 行业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那台湾有没有什么机会在里面 可能这两块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毕竟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制造的王国 所以应该是我们看的应该这一块 那台湾号称电动车制造王国 但台湾人不开电动车 正车面也不推动电动车 也没有一个配套 这样子我们只制造 让别人去用 好像感觉起来也怪怪的 我们是世界上电动机车密度最高的地方 如果用这件事情来讲 电动机车去年衰退很多 因为其实 大跌电动机车 我觉得当然有电平权的争议 就暖大哥来讲的 所谓的加油站的问题 充电站的问题 但是其实那个热潮过了 或者是新鲜感过了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电动机车 推到全世界密度最高 是事实 那讲到制造王国的话 其实应该要看说 这一波的革命变化是什么 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这最近几天 当然是因为洪华汽车 好不容易总经理跟执行长一起见记者 所以他们谈了一些东西 应该可以拿来这里讨论会比较好 前天啊 因为前天他刚好针对几个媒体 有特别见了一些记者 所以他们提出一些东西 其实是应该是 对于电动车的产业的发展 可能会 就是兰大哥刚才讲的 我们台湾有没有变 办法变成电动车的制造王国 而不是使用王国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 那当然他就提到一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先拿出来谈 就是 这也是很多人在谈的 包括这几天特斯拉股票也大跌嘛 五年内特斯拉会被磨平 它所有的优势都会消失 那特斯拉其实是把整个电动车这个潮流 从零到一 不管他当初大家怎么笑他或怎么样 也曾经他想要把公司卖掉嘛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记录说 他也曾经找过那个 那没有人想要买他 但是他已经证明了电动车 这件事情可以实现 那本益比一千八百倍嘛 对那本益比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但是他已经把这件事情证明了 那特斯拉这件事情发生了 第二件事情其实是 那所有的传统的车厂 本来都在打假球 本来都是在做假的 很多人都会说 传统车厂都说有他的电动车的技术 那事实上真的有拿出来卖电动车的有几个 现在很少嘛 可是我们看到 现在几乎所有的传统车厂都在做电动车了 那保时捷应该是 现在听说买保时捷还要排队了 而且你要先付钱 你还可以等到车 所以保时捷的电动车 其实在台湾路上已经会看得到 听说是一月开始交车的 很多人跑去订车了 那传统的车厂 全球大概十几个大车厂 也跨进来了 那第三个是 很多非传统的车厂 或者是新传公司 像Sony在CES就发表了一辆车 那我们最近的采访 很多人就看好那辆车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看好Sony的车 因为Sony马达做的好 Sony的感测器做的好 感测器跟马达这件事情 未来在电动车里面是很有机会的 那等于我们看到一个趋势是 这个行业的变化 正在产生剧烈的变化了 应该从这个角度来 而不是说台湾当然可能 脚步还不会很快 可是全世界的变化真的很巨大 那这个其实是 鸿华或者是鸿海跟豫龙 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看到一个趋势 那这个我先讲国际的趋势的部分 第二个 其实有一个变化数字变化得非常的快 就是MH平台从200多家 已经跳到500多家了 已经正式上个礼拜还400多家而已 已经跨过了500多家 那其实他已经真的让很多台湾的企业 都加入这个平台 加入是一回事 真正有量可以做另外一回事 加入就我就先赶快卡个位 那这个大家都愿意 反正我也没损失 我是觉得说加入这个几百家这个数字的增加 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我讲实在说我直言 因为你讲说 我今天鸿海出来 这个正备医乎说 大家来加入我这个MH平台 那我今天能卡到位的人 我当然是要先加入 对 我不管我将来有没有机会出货或干嘛 是不是真的能成为他的伙伴 那是我先卡个位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多少家多少家加入 其实它意义在哪里 对所以我们就下一步就问洪华说 它的意义在哪里嘛 所以它其实有些意义 当然订单的部分 我们可能它什么时候会接到订单 我们再说 那EVKID这个平台就要发表了 所以EVKID的平台就是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在我 当然谈电动车之前 可能先讲EVKID好了 EVKID这一块其实 如果我们要做电动车 或者是实现 或者是加入那个 加入这个联盟的好处是什么 例如有一家大学 他想要做电动车的自驾技术 想要实验而已 光买一个实验就要花一千多万 那你现在如果加入这个团队的话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东西 一起协助去开发你电动车相关的平台的技术 好 那当然台湾具备这个零组件供应链 很完整的优势 但不代表说我们能把这个优势变成是后发先制 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 刚刚国阵也讲很清楚 这个各大车厂 不管是过去玩假的玩真的 现在全力都往这个电动车 这个市场在走 那以特斯拉来讲好了 特斯拉造了十年的车 他才开始赚钱 连续六计的盈余 那我们刚开始还没引了 车都没出来了 说要赚钱 谈何容易呢 怎么做到 那正好国阵有去访问洪华 让等一下让国阵来告诉我们 他们的总经理 他们是要怎么样打造这家公司 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洪华就是洪海跟这个玉龙 合作的这家公司 玉龙把这个华创车店 就是说把它 技术入股 算是交给了洪海去打造 那交给洪海打造一方面 玉龙也可以把这个包袱给抛掉 因为这家公司亏损的非常严重 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他们这次讲的是怎么讲 是说刘洋伟就主动上门 就跟他说 你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你们不要把它layout掉 不要把他们 如果流失这些优秀的人才 你终于说实话了 本来他是要layout这些人的 没有没有 我看一下 没有没有 你已经讲了嘛 还没有 那是刘洋伟主动上门 希望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台湾的人才给留下来 所以是洪海主动去跟玉龙谈的 不是玉龙去兜售划创 好 也就是说玉龙本来是要收掉这家公司 未来可能会往这条路走 如果没有洪海上门的话 现在每个 那字节也不搞了嘛 当然这家公司 我们不能说那字节不搞 那字节还要在卖新车 我是说大陆不搞 大陆的销售公司都收掉了 对对对对 这个你可以这样说啦 但台湾没有 他销售公司收掉了就是他在大陆 也不准备做那些的生意了嘛 对 但是我们现在刘洋伟 每个礼拜有三天跟洪华在开会 所以可见洪海集团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啦 好 那洪海既找了这个 跟血铁龙合并的那家公司叫什么 麦腾吗 不是啦 那个克莱斯 克莱斯 菲亚特克莱斯勒 然后又跟菲亚特克莱斯勒签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要做电动车 然后又去找了拜 拜腾 拜腾 又找吉利 又找了吉利 然后他台湾又有这个洪华 那他到底重心在哪里 他是要这个全部的车厂全部都签战略协议 然后全部车厂都要推他那一套 是这样的 对我们可以从 你有没有问他们这个问题 对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 全球车厂可能这个变化会有需要什么东西进来 我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 然后这次全球车域 汽车晶片都全部缺晶片 那大家也会觉得很好奇 我们台积电效率这么好 联电效率这么好 而且晶片是坐飞机 而不是坐货柜的 怎么会缺晶片呢 那其实这有两个面向可以去谈 第一个是全球的汽车产业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体制 他效率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 第二个是他们流行所谓的 这几年流行所谓零库存 库存是罪恶的 那在这样的封闭体系里面 特斯拉的出现把这件事情给打破了 所以红海看到一个机会 或者是这个行业需要一个机会是 有没有可能未来是一个有效率的 然后服务全球的车厂去做一个平台 去开发 那这一块是当然是一个想象啦 就好像以前可能 当然车厂没出现啦 PC已经代工了嘛 手机也代工了 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个嘛 那Sony我也相信他不会盖车厂 虽然他已经发布了所谓的他的电动车 但是你猜Sony会去 但是如果他依靠传统的车厂 他得要忍受这一次 我们大家看到全球车用晶片 缺货的问题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当然红海的指寻长 技术长有再来演讲 那他谈一个东西 那我必须要更 更详细的去解释这件事情 可能会比较好啦 所谓的软体来主导未来的汽车 那他有两个意思会出来啊 所以软体 来定义汽车是 以前大家可能去买车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配很多东西 你想要选配什么选配什么 可是以后你的升级 可能你直接付钱 软体就给你升级了 所以汽车的功能是由软体来决定的 那如果很多硬体的功能 是没有办法跟得上的 因为软体可能更新 OTA在更新的 那可能会需要所谓的模组化 或是快速抽换的东西 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换一套 什么系统 那这两件事情都发生的时候 红海有没有机会来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这些 500家的业者 是不是有没有机会来做 某一块的 然后来服务全球的车厂 当然这是这个平台 现在想扮演的事情 就是从全世界 共同在这个平台来开发 那大车厂大品牌 它怎么不会发展 它自己的这个EV系统呢 它的电动车的 跟自驾车的中控系统 因为这个是最主要的 OTA应该讲 应该讲说 它是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我如果今天这个车厂 我这一套是用这个 外部资源的话 那我跟其他车厂有什么差别 所以说 它真的能打进这个大战 比如说你这样好了 特斯拉 特斯拉它现在这个 中控系统做到No.1 它未来的这个自驾车 往这个快去走 那特斯拉 苹果 苹果会用这个EV key吗 你有问那个 洪华的头儿说 那苹果会用你的EV key吗 还是说苹果会用它自己的系统 就是说 也许它可以 一些小车厂会用 或者说中型的车厂会用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资源 跟能力投入研发 那大车厂肯定要做 它自己的系统 因为它才能做市场区隔 跟它的竞争力 那小车厂就能卖几台呢 对不对 所以我的疑问就在这个地方 洪海说它未来 2025年 它的汽车营收要上兆 那现在它汽车营收不到100亿 我算过 它每一年就成长一倍 它也要到2027年才能上兆 每一年成长一倍 每一年复合成长 我应该回答阮大哥的第一个问题 全球大车厂为什么不自己做 以前它的汽车体系 在这种剧烈变化中 它其实并没有两个东西 它其实它有它非常严密的体系 但是它所有的系统都是燃油系统 它其实跟他们关系非常好 如果有个数字 大家可以去查 车厂竟然比零组件的数目还要多 其实全世界的汽车领组件厂是非常少的 Tier 1那个数目是非常少的 所以其实是被一个垄断的 可是他们锁定的其实都在油车这个领域 可是新的汽车有两个东西是 他们从来以前比较少碰 或者是他们不是走某很多 一个叫做电动系统 一个叫做包括韩马达 其实根本以前都没有这个东西 第二个叫做智慧系统自驾系统 那这个其实是全新的系统 这块其实有机会的 那这是不是有机会台湾来做 那台湾本来说资讯王国 那是有机会去做的 那第二块我们其实可以谈的是 老大哥在讲说全球车厂 可是我们去把一个车厂的 把市场把它看 我们来看地区化的时候 全球每个国家 他都有很高的关税币的 以及落地制造的需要 Toyota的车子也未必能够卖得进印尼 或者每个车款的车款 完全同意 我觉得鸿海有绝对条件做电动车 或者自驾车的零组件供应体系 但是他要进入到软体 他要进入到整车 不用这样讲好了 中国大陆造车新的三个势力 这个理想汽车 小鹏汽车 再加上蔚来汽车 他们这三家都彼此有他自己的 蔚来汽车执行长已经到洪华了 不管嘛 Anyway我的意思是说 这三家他们会跟洪华合作吗 然后另外我请问你 为什么苹果要去找现代汽车呢 苹果跟洪海的关系这么好 为什么苹果要坐自驾车 他不找洪海呢 你没有问他们这些问题 后来现代这个新闻还是否认了 那这个问题他就没有讲了 那我应该 至少传出是有这个影是要找现代key啊 对对对对 那至于苹果是什么策略 没有我们没有问到苹果啦 你问不问 这是关键问题 我如果是在现场采访记得 我一定问刘安伟说 为什么这个苹果没找你 这个这个好 这个不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啦 那我们来讲说 蔚来汽车的执行长现在已经 本来是福特的 现在已经加入MIQ的团队啦 其实他等于回到台湾啦 所以你说蔚来还能不能走下去 我不知道 对但是蔚来是不是 蔚来你能不能走下去 蔚来蔚来你去看他现在新造出来的车 变动车有多好 呃我其实前年齁 前年的五月我在上海的时候 呃我跟了一个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的 行长在吃饭啦 那未来那时候财务是状况很严重的 那是那是去年没错啊 对对对对 那是去年 但金贝洗笔啊 你看人家股价涨多少 股价涨或者是车子 那他有没有制造人有没有 那我们来讲的是回到来讲 我可以去讲那个 你都不讲去年四块钱去买未来的股票 每股四块钱现在是赚多少 十十几倍啊 去年如果大家 所以你当然你不讲去年跟未来的那个财务问题 我觉得啦就是说你刚所讲的我完全不质疑 我觉得说鸿海绝对有这个条件去整合啊 整个电动车或是汽车零组件的供应链 只是说真的要能成长这么多 到一兆的这个市值 然后呢要把车造出来 其实路还很长啊 尤其是电动车自家车 他未来最核心的就是中控嘛 computer那套系统嘛 但我倒会觉得从另外的角度来 跟阮大哥解释的地方是是不是做整车 跟未来提供各种不同的组成的模组 那其实是两件事情 我们能不能主导主车 我整个软体系统我不敢说 但是台湾会不会变成是供应各种很重要 关键零组件的国家是有机会的 肯定啊 这是我绝对绝对同意 就是在MH这件事情 五百多家进来的不是想要做一辆完全整车 而是他可能是一个所有零组件供应的主要王国 尤其是在智慧跟自家这一块 其实我知道鸿海在打什么算盘 就是说我要做零组件的生意 同时呢我提供你一个中控系统 EV Key 你这些小车厂呢 你也不用去开发这些底盘呢 你也不要去做中控系统 你就买我这一套 或者是我提供给你 顺便呢 最主要鸿海是要做零组件的生意 简单讲就是华强北 你在鸿海就可以主车一下一辆车啦 其实我就不好意思讲出华强北 你终于说出来了 定额投资